这个男人比梅西还牛,不仅联赛打进99球,甚至还一脚踢爆一辆汽车 他就是足球界大名鼎鼎的足球巨星得瑟哥 战无不适的他,却因酒驾袭警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很快,得瑟哥被带到了监狱 这里的犯人,个个都是足球狂热爱好分子,尤其是这位监狱老大 几年前,他因得瑟哥踢假球,输掉了全部家当 如今得瑟哥狼入虎口,他自然要好好关照一下 犯人们健壮,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一样,趁乱发起暴乱 好在狱警及时制止,才没让事态升级 不久后,点狱长打算举行一场足球比赛 由狱警队对抗球犯队,赢了还可以代表监狱,参加锦标赛 其实就是想趁机打捞一笔 而得瑟哥身为练习时长两年半的足球运动员,自然成了球犯队的教练 可这些犯人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不会踢球 就在得瑟哥发愁时,突然被监狱老大手下偷袭 危机时刻,狱警听到动静闯了进来 得瑟哥急忙盖住匕首,装作无视人一样,清洗脸上的血迹 任凭狱警如何询问,都没有说出实情 得知此事的监狱老大对得瑟哥刮目相看 不过,想要彻底取得他的原谅 得瑟哥还得参加一场 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的无敌飘飘拳比赛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得瑟哥成功赢得比赛 从此和监狱老大的恩怨一笔勾销 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得瑟哥终于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 但现在还有个大难题,那就是缺个守门员 这时有人提议,请狱中一把帅吊渣出山 而这个帅吊渣又是何方神圣呢 他是监狱里最不能惹的囚犯 别人都是带银手桌,而他要用钛合金打造的 他就是曾赤手空拳打死23人的地表最强地中海,帅吊渣 想要他参加足球比赛,必须说一句话 帅吊渣听后瞬间来了兴趣 当场答应加入足球队 有了这个爵士门将,足球队全员到期,开始投入训练 谁知一旁的胖子太兴奋,被帅吊渣一拳打在鼻子上 伴随着比赛临近,囚犯队和御警队都进入了紧张的训练环节 不过,和这群半路出家的囚犯相比 御警队气势逼人训练有素,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和他们相比,囚犯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得瑟哥并没有气馁,带着队员没开始拼命训练 这时,监狱老大找到得瑟哥,说他又把所有钱都压到了得瑟哥身上 如果再输,得瑟哥就别想活着走出监狱了 得瑟哥瞬间感觉压力山大 为了赢得比赛,他将毕生所学,青囊相守 并开创了新的足球连招 不仅如此,得瑟哥还利用自己的撩妹技巧搞定了点狱长的秘书 得到了御警队弱点的录像和笔记 谁知,御警队更狠 为了永绝后患,直接在得瑟哥的牢房放炸弹 可得瑟哥并没有回去,而是让老头帮他拿东西 结果,老头直接被炸成了渣渣 老头在监狱得个望重,这次事件彻底激怒囚犯们 他们信心满满,势必要在球场上好好教训这帮御警小咖了 与友们欢呼雀跃,为囚犯队加油打气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这是一场特殊的足球比赛 红色代表御警队,黑色代表囚犯队 伴随着哨声响起,囚犯队先行开球 大家默契地配合传球 可御警队不讲武德,犯规撞倒了囚犯队的队员 而囚犯队都是有仇必报的主 直接撞倒一名御警 不等他站起来,继续补上一脚 御警队还不老实,再次使出硬招 为了报复,德瑟哥直接使出断后球 一脚踢在对方的大宝贝上 这感觉一定十分酸爽 接着,德瑟哥再发一球 御警队都自觉地用手捂住大宝贝 可他们的手掌不够大,又被足球绝杀了 球犯队顿时世袭大涨 就连守眉员帅掉渣都没忍住 直接一个飞跃,表演起了头顶球 将对方守眉员干倒 队友担心裁判罚他下场 可没人敢去提醒他 就在这时,御警队出气不一进了一球 气得帅吊渣当场暴走 不愧是地表最强地中海 狠起来自己人都打 好在这些都是他的想象 接到球的帅吊渣再次发出 这次,球犯队默契配合 从传球到射门整个动作一起合成 直接命中球门夺得一分 球犯们兴奋地欢呼起来 口水都见到了点狱长一脸 而输不起的御警队上来就开始打人 球犯队立马还击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眼看裁判阻止不了 御警派出警犬 谁知警犬也和他们打了起来 直到上半场时间结束 双方才挺罢休 这时点狱长找到得瑟哥 威胁他输掉比赛 因为他把钱全都压到了御警队 如果不照做,就让他永远走出监狱 很快下一场比赛开始 得瑟哥心情复杂地开始比赛 最终还是迫于无奈 假装受伤下场 群龙无手的球犯队处处受到打压 眼看就要输掉比赛 得瑟哥再也坐不住了 他决定重新上场 之前是为了还债 批了一次假球 现在他要为了大家的尊严而战 随着得瑟哥的出场 局势瞬间发生逆转 帅掉渣也没闲着 看着对方想使阴招 直接一脚将其踹倒 其他队员抓住机会 让得瑟哥拿到球 一路过关斩将 甩掉所有人 成功来到禁区外 不过得瑟哥并没有直接射门 而是把球留给了最菜的队员 让他可以证明自己 球犯队赢了 所有人欢呼起来 而抒情的点狱长却欺诈了 扬言要给得瑟哥穿小鞋 这时监狱老大站了出来 说谁敢动他就是跟我过不去 气得点狱长直接愣在了原地 本篇来自动作喜剧电影监狱风波 剧情一般 但喜剧效果还是挺好的 一场正规的足球比赛 硬生生的给他们玩出了小品的感觉 简直是笑料百出 好了 今天电影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让他玩到飞球时 一片 嘴 磯 你 乱 锅 感谢观看